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各位台的主题是 分数在不同阶段的教材发展之各种意义 各位选这个主题最主要是 因为分数从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 都是一直在学的一个主题 而且分数对学生来讲 在数里面是最困难的一个题材之一 那我想今天是透过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不同的阶段 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 这个分数的教材 那么它在发展上有哪些不同的意义 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场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可能必须要去掌握的 首先我们来看 学生分数学习的困难 或者是学生所产生的迷思概念 我想当各位看到这些类型的时候 那么可能就会很熟悉 那这里头比如说以这个题目来讲 一个蛋糕切成二十块 那么请学生画出二十分之二的蛋糕 那么学生他可以把它分成二十小块 那么涂了两块的斜线 所以这个学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再看右边的这个类型 一盘有二十八个葡萄 拿走了十二颗 那么剩下 那么拿走了几颗 拿走了多少 比如说拿走了几盘 那么结果学生写出来是二十八分之十二颗 我想这个是学生的困难是他对这个单位的掌握 到底现在要的单位是二十八分之十二盘 那么学生他认为是二十八分之十二颗 我想这个是学生在分数学习的困难 他对单位的掌握 那么同样对单位的掌握呢 在这里头一样又发生了困难 比如说请小朋友画出十二分之三盒的铅笔 那么学生呢 他就画了十二个 图了其中的三个 这个就是学生所谓的十二分之三盒 那么他整体的一盒 他并没有把它标示出来 所以这里头就是 我们看到学生在初步学习分数的时候 那么他的困难是对单位的掌握 这个是三年级学生的作品 那么另外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学生请学生去画出六分之四个披萨 那么学生在画出这六分之四个披萨 那么结果呢 他这个歌 他就不晓得到底是六分之四个 还是六分之四片 或者是六分之四块 所以学生他也不清楚 所以干脆呢 他就这个单位不写出来 那么我想从这几个问题当中 我们就看到学生 他对于分数的这个学习呢 第一个他的困难是 他的单位的掌握是有困难的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来看 刚刚的问题 请学生去画出十二分之三盒的铅笔盒 那么学生呢 他是画了十二个 十二个这样的一个铅笔盒 那么每一个他把它分成三分 这个就是学生所表示的十二分之三 所以学生对于这个分数呢 什么叫做十二分之三 他可能认为的就是有两个数把它并排在一起 可是在于分数的这个意义上 他是除了两个数并排在一起 他两个之间部分整体之间有特殊的含义 同样的呢 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下面这两个小朋友呢 他是对于盒的掌握是掌握得不错 他有把这个一盒在哪里把它标示出来 那这个的话同样的也是有把一整盒画出来 那么十二支里面他把它涂了三支 那么这个就是代表的十二分之三盒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三年级学生 在刚开始学习分数 建立这个分数概念不久 那么他对于这个单位的掌握是有困难的 那我想这个困难可能在各位老师的班级上 如果你是教二三年级的小朋友 一样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困难是 学生对这个单位的掌握 或者是他对等分的概念 他也是有发生这样的一个困难 比如说像这里 这个是实作上的问题 请小朋友去画出十二分之四条的彩带 那么小朋友呢 他是图了其中的三小段 那么他就认为是十二分之四 那么当老师去问学生说 为什么你这样子叫做十二分之四 因为他的四是指这样的线条有四条 所以他是认为十二分之四 所以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 学生对于十二分之四 到底那个四是你的十二分里面的四等分 你的四等分在哪里 小孩子在掌握上是有困难的 那么同样的 这边也是请小朋友去标示 就是图给了 那么请小朋友去把这个分数表示出来 那么结果学生他标出九分之一 他的九分之一是一块斜线的 剩下的是没有图的 就是剩下九等分 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正确的答案是十分之一 那我们就看到学生对于分数他就看的是两个分 独立的两个数 斜线跟没有图斜线的部分就分成两个 不相关联的两个数 把它并列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一个分数 这个都是学生在二年级的时候的一个困难 那么同样的下面呢 我们说这个是一条彩带平分成十二段 那么阿吉圣的彩带剩下三段 这三段 那么要请小朋友说 回答到底是剩下几条 那么小朋友他就是说剩下的就是三段 但是他这里头没有掌握的是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剩下几条 这个答案应当是剩下十二分之三条 可是小孩子他对那个整体的掌握就是忽略了 那同样的右边这个问题呢 他要小朋友去把下面的纸条平分成四段 好 那小朋友呢 他是分成了四 他有把它标示出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 那么剩下的一边也还有剩一点点 那么我们就看到学生对一个分数 我们要去等分 他只是把他想要的那些去等分 他并没有把整体去把它分完 我想这个是在教室里面老师们经常会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迷思的概念的问题 好 那我想在下面这两个问题呢 这也是现场老师们所提问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学生如果写一龙答案可不可以 那我想在这里头如果答案是写一龙或是答案是写五分之一龙都是合理的 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头他如果你的一龙是一个单位 你的因为这里给的这个提示并不清楚 所以当学生回答一龙的时候 我想老师就不可以立即把它答错 那除非是说你这边有标示说 如果一龙有五个包子 那现在这里的话是有几龙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要求孩子回答五分之一龙 那么同样的右边呢 这个现场老师也曾经问说 答案这个是写十一分之五可不可以 事实上呢 这里头可能标准的答案是十一分之六 可是因为这里头同样的这个题目本身 它的提示不够清楚 那么学生可能看到是他吃掉的 并不是说学生看的不是留下来的 如果是说留下来的有几龙 那当然就是十一分之六龙 那如果是说吃掉的是几龙 那当然就是十一分之五龙 所以我想这个是可能老师们在现场中 当看到学生一个答案的时候 可能老师要思索一下 是不是我们出的题目有问题 或者是值得去质疑的 那么同样的下面的这个问题 一袋桃子有七颗 评分成七盘 一盘是几袋的桃子 那小朋友这个答案是没有问题 可是当你问说 那一盘是几个桃子 几颗桃子呢 那小朋友他一样是回答七分之一 因为小朋友认为说 这个单元在学分数 所以他括号里面的任何一个数 他都把它写成分数 他并没有去厘清 到底我现在问的是一袋 还是问的是几颗 我想这个是在分数上 老师们在教学的时候 看到学生的一个普遍上的一个困难 那我想这个是学生的一个分数 普遍上的一个问题 那么同样的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 这些也是三年级的作品 那这三年级的作品呢 我们看到说 当要小朋友去评分成一个 呃 圆 评分成十六等分的时候 那么我们发现到 学生是有困难的 因为在这个圆超过十等分以上 在孩子的生活经验当中 其实是很少的 那我们平常在分蛋糕的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是 从那个分成八等分的时候 我们会对切再对切 可是如果当超过八等分以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很少说 再继续用对切的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小孩子就会发展出 他自己的策略 可是当他发展出这些策略的时候 他可能还要再更进一步去检验说 这些到底有没有等分 好 那我们就发现到孩子这个时候 他很难去确认这个是不是等分 那我想这个也就是 我们看到学生有这样的困难 那这里头也就可以回归到 为什么我们的课程 纲要里面都会说 在等分好的情境 那这个等一下我会稍微谈一下 我们的这个课程纲要的能力指标 好 那么同样的呢 如果是要小孩子自己去制作一个表征 那制作的这个表征 小孩子如果是圆形的这种表征 跟长方形的表征 要去等分成16等分的时候 那我们就发现到 对于长方形的这个表征 事实上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小孩子可以直接用这样的一个分的方式 那么他也比较容易去检验 到底分出来的每一块有没有相等 好 那所以这里头我们就看到说 在分数里面 如果老是一个教学 你用同一个模式 就是一个表征来呈现给学生 那可能这样的话就会妨碍孩子的学习 或者是说可能就没办法去 帮助其他小朋友 用不同的方式来表征 那所以在这里头 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数里面 老师尽量提供这个表征的多样化 就是有时候可以提供一个长方形的表征 或者是圆形的表征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来看学生对于分数的这个表征 我们这个主要是在看学生的一个表征 那么这里头的题目是 我把这个表征 这个是在我的成长团体里面的老师给学生出的数学日记 那么其中的一个题目是 他想要去检验孩子是不是可以了解四个五分之一 他的意义是什么 虽然是他可以知道是五分之四 那这五分之四四个五分之一所得的五分之四 那么这里头孩子是不是能够真正掌握他的意义 所以老师呢就在课堂后 就请学生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结果我们就发现到 学生在表征这个四个五分之一的时候 那我们就发现这里头有五个这样的一个杯子 他会画出五个杯子 五个杯子中的四个杯子 好这个就是小孩子所认为的五分之四 那当然在这里头有两种情况可以去考虑 如果当孩子他每一个都是从一杯里面的 一整杯完整的一个杯子分成五等份 那我每五分之一等到一个小杯里头 那这里头都代表五分之一个小杯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五分之四 那这样子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里面是装了一整杯的水的话 那五杯水中的四杯 四杯水 那就不能代表是五分之四杯水 所以我想这里头就是说 孩子这样的一个表层 可能老师要再更进一步去确认 到底他这个一杯 到底是五分之一杯水 还是完整的一杯水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表层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右边的这样的一个表层 这个五分之一乘以四呢 这是其中一个小朋友 他这五分之一 这个就代表五分之一 这个四是代表有四杯的五分之一 那么就代表五分之四 我想在这里头他的五分之四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他五分之一乘以四 这个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样的话 他只是用图来表示五分之一乘以四 他并不是代表四有五 就五分之一有四个 五分之一有四个的话 不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 所以我想这个是孩子 装孩子的表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来澄清 老师就可以来澄清 孩子是不是真的理解了 那我想五分之一乘以四的正确的表示方法 应当是这样子 下面这个图 五分之一 那当然在这里头 因为学生他在画这个五分之一 当然如果你要精确的话 当然他这也不是刚好五分之一杯了 他已经快要是一半 这个二分之一杯水 那如果是说他这个水位不要这么高的话 那五分之一杯有四个的话 这个是正确的表征 代表说五分之一杯的水有四个 那我想这个是 我们认为是比较合理的表征 那我刚刚提过 如果这个问题 这个表征 小孩子能够把水位降低一点的话 那我想那就更完美了 那所以这里头我们就看到说 孩子多于五分之一乘以四 那五分之一乘以四 代表是五分之一有四个 那代表五分之一杯要有四杯 要有四个五分之一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我们从孩子的表征里头 就可以来确认 孩子是不是真的可以了解他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們好像 Block